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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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补上去 你們把那個 再補一下 St 要等於兩倍的S Maximum Cosine 這個地方少了一個二拍 再乘上一個 Cosine 2Pi F1 加F2 少了一個二拍 你把這個二拍列上去 還有最後這裡也是 少了一個二拍 就說這個東西 我們稱它叫做Spr 兩倍的S Maximum Cosine 2Pi F1-F2 Cosine 2Pi 這個二拍 把它補上去 我們今天要介紹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主題 叫做Dumpler Effect 叫做Dumpler Effect 叫做Dumpler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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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什麼樣的效應呢 比如說我們在馬路上 往往 往往聽到一部救護車 從遠 死近 然後再遠離我們 它那個喇叭聲呢 會變化 對不對 喇叭聲會越來越 靠近我們的時候 喇叭聲越來越 頻率越高 當它從我們身邊 過去以後 我們聽到的喇叭聲音呢 就是越來越弱 越來越弱 可是 發聲音的這個 汽車喇叭呢 它發出來的頻率是一定的 為什麼我們聽起來 會有時候會 頻率比較高 有時候頻率比較低呢 就是因為 發聲音的聲援 跟我們聽者之間 有相對運動的時候啊 會產生一種效應 這個效應 這個效應 我們就稱它叫做 Doubler effect 這個效應呢 應用很廣 深波有Doubler效應 光波也有 我們在研究上呢 Doubler effect 有時候用途很多 我們現在把Doubler effect 聲援跟聽者之間的相對運動 我們先分成兩部分 首先我們假設 聲援不動 是聽者向聲援這個地方行進 OK 我們先看這個 聲援不動 我們首先看這個 聲援不動 也就是說 sourced velocity 等於0 然後聽者 然後聽者 向聲援行進 他的速度 我們用這個 Listener來表示 他向聲援行進 我們現在把圖畫在這裡 比如說這是一個聲援 source 在空氣中一個聲援發出聲音 它是四面八方的傳播 所以它是一個球面波 是一個spherical wave 所以球面波 它是這樣子 一圈又一圈 然後 這就是它的坡面 我們上次不是畫過球面波的破面嗎 我們進來這裡就不畫整個 我們就畫這樣子 這邊也有了 這邊也有 好 這是聲援 它發出來的frequency是 fs s就是代表source source的frequency 然後這個聲音在空中 就以V的速度 朝四面八方傳播 當然朝這一邊呢 它就是V的速度 朝這邊傳播 我們現在有一個人 他站在這裡 比如說他站在這個地方 我多畫幾個好了 他的耳朵在這裡 耳朵在這裡 他不動 那就是現在 V-Listener V-Listener 朝這邊運動 V-Listener 朝這邊運動 OK 好 那麼這個Vs 等於0 那麼如果 這個坡圓也不動的話 它發出的深坡 坡面就是這個樣子 這一個坡面 兩個坡面之間的距離是一個坡長 一個坡長 那麼這個人的耳朵 T秒鐘 T秒鐘 他可以啊 收到多少個坡長呢 我們說他的坡長數目 等等我這裡要寫一行字 我先寫到這裡 他收到的這個坡面的數目 是等於V乘T 速度 速度 乘上時間 然後被坡長來除 就是耳朵聽到有幾個坡面 對不對 收到幾個坡面 這是 人 不動的時候 人不動的時候 如果人也往這一邊走呢 那他收到的坡長就多幾個啊 本來是這麼多 現在就多幾個啊 多幾個呢 就是V Listener 成T被Lamina除 好 這個是什麼呢 就是聽者所接收到的坡面的數目 好 這麼多個 好 那麼人的耳朵為什麼會有 覺得這個聲音有頻率呢 就是 看你一分鐘 一秒鐘收到幾個坡面 因為一個坡面啊 就是它震盪一次 一秒鐘 震盪幾次 就是它的frequency 因此啊 我們說 聽者 聽到的頻率 為聽到的頻率 就是 就是 frequency of listener 它就等於T秒鐘 收到多少個坡面 T秒鐘收到多少個坡面 那麼這個相當於多少呢 我們就把T 我們就把T除過來啊 所以它就等於 Lamina 分之 V 加上 V Listener 好 那麼F Lamina又等於什麼呢 Lamina 這個 這個是一個Lamina 那Lamina 乘上 Frequency Frequency乘Lamina 是等於V 震盪的頻率 乘上波長就是速度嘛 因此它就等於V over F Lamina 所以呢 這個它就等於 V 分之V 加上 VL 乘上 FS 所以 FS 發出來的頻率原本是這麼多 可是因為啊 聽者在運動 波緣不運動 聽者在運動 所以它聽起來的這個頻率呢 跟波緣產生的 發出的頻率不一樣 不一樣 OK 如果這個VL 是向那一邊去 是加起來 那這個頻率比這個高 所以你聽到這個喇叭聲音呢 比較 頻率就比較高 如果一個救護車從你這裡過來的話 是近的話呢 你會覺得它頻率越來越高 會比原來的高 如果這個聽者 是在這一邊 聽者在這一邊 聽者在這一邊的話呢 我們或者說 聽者是向那邊去好了 聽者向那邊去 在那邊去 那這個就是簡單 簡單 你離開聲援 比如說救護車停在那裡 不動 你往那邊跑 往那邊跑 剛剛是救護車停在那裡 你往救護車方向走 你覺得頻率越來越高 如果救護車停在這裡 所以你是 遠離這個救護車 你覺得它的頻率越來越低 因為這裡是負的 這個正負號啊 我們等一等統一來規定 你就先記得這個 第二種狀況呢 就是 聽者不動 那麼 聲援以V的速度 向聽者移動 第二種 現在是 超級了 超級了 好 聽者 超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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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是人不动 是Source往这边跑 好 那你看 Source如果不动的话 它发出来的深波都是一个一个的 波面都是一个一个的同心圆 同心圆 如果它移动的话呢 它移动的话呢 这边的波面会比较挤 这边的波面就比较宽 因为它是这里发出一个声音以后 这个是这样子扩散 等它移到这里 所以这个圆呢 波面跟这边比较接近 所以这个时候它是这样子的 我们画在这里好了 好 它这个这边是比较 本来应该是一样宽的 现在呢 比较挤 而这边呢 比那个要比较宽 是这样子的 好 那么人的耳朵在这里 VL等于0 VS是朝这边运动 深波还是这个 这个是Source 这个是Listener 这个时候耳朵听到的跟这个有什么不同啊 这个是每一秒钟 它听到的波面的树木 介绍到波面的树木不一样 这个时候这个人听到的是什么 波长不一样 波长不是比较短的吗 对不对 这个波长不是比原来的短了吗 对不对 波长不一样 这个时候是波长不一样 好 这个时候是 波长缩短 波长开始缩短 那我们就怎么算呢 我们说好 这个人听到的波长 人听到的波长 是原来的波长 原来的波长是这个 原来的波长 减掉 减掉 它为什么会缩短呢 因为它有这个速度 减掉VS 减T VS减 我们不要写这个 我们写这样 等等 我们统一用周期好了 减掉一个Delta S 减掉一个Delta S OK 比如说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这么画 我们就画这个 这样形状比较容易 这个是波长 原来的波长 好 现在的波长呢 变短了 变短了 好 为什么变短了呢 因为这个波面 朝前面移动一个Delta S 所以这个呢 就是Lamina L Lamina L OK 好 那我们说 这个波长 原来的波长是什么呢 它是速度 被F除了 F除的话 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写被F除好了 我们写时间比较好一点 周期 导数就是 OK 这是导 速度 原来的速度 乘上一个周期 就是它的一个波长 好 那么这个呢 这个是等于VS乘T VS乘T 好 现在我们把T T是等于 等于频率的导数 频率就是FS的导数 频率等于这个导数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V减掉VS over FS 现在我们再把这个F L 就是人听到的这个波长 人听到的频率 这是人听 人接收到的波长 那么人听到的频率 F L 它跟Lenna L之间 有什么关系呢 速度 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 帧数啊 在空间的速度都是一样 因为它是对 惯性坐标 而设的 人的速度也是相对惯性坐标 所以速度是一样的 那么 就是说 人觉得声音速度是这么多 而它的波长是这个 所以它的频率就是这样子 那于是我们就把这个Lenna L 那个词带进来 它就变成V V减掉VS over FS 你看 这个时候啊 是波源在动 听的人不动 那么这个人听到波源的频率呢 也改变了 也改变了 OK 好 现在我们是 波源往听者方向移动 所以 这个地方呢 是减 如果波源是离开人呢 往这边移动呢 这边是家 因此这边呢 有时候减 有时候加 要看VS的速度方向 我们不要现在去定它的方向 我等一等把总的 最后的这个结论写出来以后啊 我们再来统一规定 这是分开来看 其实两者可以同时存在哦 声音可以移动 听者也可以同时移动 这个时候他听到的频率是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写在这里 综合以上的结果 我们得到 FL 与 FS 之关系 喂 这个时候只要记住 以后要用 一般我们不是写成这个样子啊 一般是写成这样子 一般我们是把它写成这样子 写成这样子啊 写成这样子啊 往往会发生一件事啊 就是我们题目做久了 没有做了 要写这个式子 不晓得 VL是在分子呢 还是VS在分子 搞不清楚 会忘掉 很多同学就坐到这里啊 就在那里忘 就在那里忘 就在那里忘了 因为你一忘掉就错掉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么做 FQuest在分子 速度在下面 VL 这里是VL 这里是FL 这里就是VL 分母就是VL 分子是FS 分母呢 就是VS 这不是好记吗 对不对 比较好记 好 帧数永远是用正的 但是VS跟VL 它有时候用正 有时候用负 那我们现在来统一规定 OK 好 我们这里就写 正负号的规则 这要记住哦 你记住不是用贝的 贝你还会乱掉 你要做题目 做题目 多多易善 越多 你记得越清楚 好 比如说 我们这个 Lessener 移向 Source的方向 不管是 这个还是 这个 只要是从L到S 他们都是用正的 OK 前面用正号 如果是从S到L 那么VS与VL 用负号 比如说 像这个状况 你原先写的是这个式子 对不对 好 现在VL等于0 那么这个就是0 分子就只有一个V 只有一个V 好 VS呢 VS是这样过去 这个方向是从S到L 从S到L是正还是负啊 用负 负号 所以它原先这里是负的 对不对 是负的 OK 好 那么如果是第一种状况 听者 不动 Source不动 Source不动的话呢 就是这个是0 所以我们第一种状况这里是V VL 我们刚刚是讲什么 VL朝这个方向走 对不对 这个方向是什么方向 Listener到Source L到S 真的还是负的 真的 所以我们前面一种是V加 VL over V 这个回去要多多用哦 你不用的话 到时候你会 会错掉 错掉很可惜 因为这个原理你都知道 就是正负号 这个搞不清楚 那就很冤枉 好 现在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 举一个例子 应用 看到 他 什么 柄 对不对 咱尾 对不对 我们 我们 一只蝙蝠 它朝着一个峭壁飞过去 朝峭壁飞过去 那我们呢就不写了 我就把图画出来就好了 一只蝙蝠 它呢朝这个峭壁这么飞过去 飞过去 这是source 这是峭壁 它朝这边飞过去 Vs Vs等于什么呢 Vs是 四十分之一一个声音的速度 声音 这个V是代表声音的速度 是声速的四十分之一 从这个峭壁飞过去 然后啊 峭壁呢 它就会有一个反射波 反射波回来 这个蝙蝠就听到这个反射波 问他听到的频率是多少 我们说 它是蝙蝠听到啊 浮声之频率 它的频率是多少呢 这个频率是等于 3.9 乘10的四十方 它写cycle per second cycle per second 就是等于hertz 它震荡 每秒钟震荡这么多次 这个耳朵听得到听不到 这种频率耳朵听得到听不到 蝙蝠叫的声音听得到听不到 听不到 因为人只能听到多少 两万 对不对 如果蝙蝠声音你也听得到啊 那你夏天就被吵死了 那晚上都是蝙蝠 它是靠深波在辨别前面的路径 好 现在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先把它分成两段 第一段就是啊 它发出声音 然后墙壁那里就好像一个接收器 把它的声音都接收了 墙壁感觉到频率是多少 然后呢 墙壁就以同样的频率把这个波反射回来 墙壁听的频率反射回来 然后这个蝙蝠再听这个频率 OK 两段 好 现在我们分两段来解 好 好 这个当作是listener OK 这个是蝙蝠 蝙蝠在这里飞 VS VS 这是listener 就是墙壁 听到的频率是多少 声波的频率 我们就把这个式子写出来 你不要写这个 先写这个 就不会错 知道吗 好 我们把它写出来 好 然后我们决定这里头的符号 现在 VS 我们说 VS VL是零了 VL是零 那VS呢 它是 正负号我们在这里 我们说它是 四十分之一的 波速 声波的速度 正还是负呢 你看它现在是从哪里 从S到L S到L用重还是用负啊 用负 所以 负四十 OK 负四十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带进去 我们就可以得FL 我们就可以得FL 要等于 V 这个是V 减 负十分之一的 VS 第一是 然后再考虑 墙壁接收到这个坡以后 全反射 这个是完全反射 因为墙壁那边很厚啊 没有空气震动 所以它呢 全部反射 全部反射以后 它的相位相同哦 相位相同 所以 我们第二段 第二段 我们说 好 这个 现在这里变成Source 我们用F' 因为声音从这里发出来嘛 从墙发出来嘛 这个是Listener Listener Prime 好 现在是什么呢 Listener Prime 它有速度 它有速度 Listener Prime的速度 是朝这一边 那我们现在就 首先说 反射 我们说反射坡 反射坡的频率 它就等于FL 频率相等 坡在穿射或者是反射 它的频率都不会变 它会变坡长 会变坡速 但是啊 频率是不会变的 好 那我们现在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写 好 FL' V加VL 要等于 FS' V加VS 现在 现在 我们把现在这个带进去 现在是VL Prim VL 我们写 好 我们写V V这个好 VL' VS' 好了 VL Gram 它的大小是四十个 四十分之一的V 大 是正还是负呢 它是由L Listener到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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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正的 OK 因为这个是Source 现在是这个Source 这个是Listener 所以这个用正的 那么 VS' Prim 等于0 我们就可以从这里 就 求出VFL 这个要等于 V V 加上 因为 这个地方 我们先这样讲 VL加上 这个就是V 等一下 VL OK 这个除过来 V加上 VL' VL' VL'是多少 四十分之一的V 好 VS' 等于0 那就是V 乘上 V 乘上F S' Fs' Fs' 就等于 等等 我写错了 这个地方是 Fs' 等于这个 写错了 这个是 它反射过来以后 就变成Source Frequency 它接收到的时候 是听者的Frequency 反射以后 变成Source Frequency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个 V加 四十分之一V 好 这个就等于这个 那V跟V约掉了 所以它就是 减的 四十分之一V 乘上F 那我们可以把V 通通约掉了 一加四十分之一 一减四十分之一 这四十分之四十一 这四十分之一三十九 四十一 乘三十九 成十的四十四十分之一 哦 ok 哦不 三点九 我这个 我这个 挤到这个旁边去了 好 我现在写到这一边来 写到这一边来 接到这一边来 它是等于三十九分之四十一 原来的是三点九 乘十的四十分之一 这个就等于四点一 乘十的四十分之一 它听到的频率就是 这么多个hertz 我们从这个结果可以发现呢 最后的结果是这个 这个你可以看成什么 我们可以把这个合并起来看 这个可以合并起来 合并起来就是说 这是一个峭壁 好 这个是 蝙蝠往这边飞 VS朝这边 然后呢 等等它声音传过去 它会反射回来 反射回来的声音是从这里出来 其实它就认为 在这一边呢 另外有一只 另外有一只蝙蝠 朝这边飞 就是它的影子 这就是它的影子 OK 这反而变成source 这个呢 反而变成这个 listener listener 就是它往这边飞 就好像你对着镜子 你往这个镜子走 里面那个人怎么样 也往这个镜子来 对不对 也往这边镜子来 你这个速度 vL 是四十分之一 vL我们就写这样子好了 好 VS朝这边 都是四十分之一 V 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直接用 用这个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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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它就等于 v加上 vL vL是从 listener的source listener的source 是用正的 所以正的四十分之一v 好 然后再v 然后再v 加上 vs vs vs它的 也是四十分之一啊 它是从source到 l 用负的 好 这个是 原来的这个 三点九 乘十的 负 十的四十分 你看这个不就是 跟这个一样吗 不就是这个吗 对不对 好 这个题目呢 我们 其实可以把它合并起来 你这个要记一记 这个要记一记 你平常不做 你到考试的时候 一定会忘掉 像我们平常都不再用 突然要讲 会讲不出来 忘掉了 所以你们要考试 你就要把它做熟 好 最后我们就看一种 当我们一个物体 一边发声音的时候 它一边有速度 朝前面去 如果它本身的速度 比帧数还快的话 那么 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们现在看这个 通常我们一般的物体 移动的速度 都比声速要小很多了 但是有的东西速度 会比声速更大 像这个飞机 在飞行的时候 它一直加速上去 然后它会速度 越来越接近伸速 当它跟伸速相等的时候 这个时候会有一个 叫做阴障 因为 因为你这里发出声音 坡面已经跑到这里来 坡面跑到这里 它就到了这里 然后呢 它又往 这个坡面又往 它 这里 它的声音 坡面在这里 它到哪里 坡面就到哪里 所以它不断地发出声音 那个地方的坡面 不断地累积 那这个 阵幅 就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阵幅越来越大 就表示 它的强度大的 越来越大 这个时候 会震动 非常非常的大 这个时候 有时候飞机会受不了 你要超出这个 你的速度 超出这个以后 才会觉得好一点 那你们这个图 要看书上 书上的图 我这里比较 不太好 不太好画 比如说我们 有一个 比如说你 有一架飞机 在这里的时候 它发出来的声音 以伸数在跑 它踢秒钟 跑到这里 踢秒钟 跑到这里 当然到这里 也是踢秒钟了 踢秒钟了 如果你的飞机 正好 飞到这里 正好飞到这里 就是每一次飞 它都是遇到坡 都是在坡面 那坡面累积起来的话 那么它这个 震荡就 震幅非常大 强度非常大 那我们现在讲 如果它的速度超过这个声速 它发出一个震荡在这里 踢秒钟到这里 踢秒钟以后 这个飞机已经到了这里 如果这个 长度是 V Source 乘上T Source在这里 Source在这里 那么 它当中还会发声音 还会发声音 那么这个声音呢 一个一个的 我这个 当然这个 以这个为半径 好 到这里又发出一个声音 我这个 这个不好画 真的不好画 好 我们把这个做一个公切线 到这里来 这坡面 这个坡的坡面到这里 第二个坡的坡面呢 第二个坡的坡面 比如说切线也在这里 我这个画的不好 这个切线也在这里 于是我们会做一个公切线 这就是一个 一个好像浪一样 往两边跑 你们有没有看过 船在水里面跑 船在水里面跑的时候 船的速度比水坡要快 于是你就可以看到船头 这里 有两道坡往那边扩张 这个往前面扩张 这个往这里扩张 那这个就是说 发声音的这个物体 它的速度 就是发出深坡的物体 或者发出一个重坡的物体 它的速度比重坡的速度要快 它就会形成 你们看书上 书上的图 我这个不好画 那么我们这里头就看到一个 公切线 这个是直角 好了 那我们看到这个 sine theta sine theta 它就等于 Vt over Vst 等于V over Vs V over Vs OK 好 那么 那这个是小于1的了 这个比这个大 好 我们就定 定义 Vs over Vs 这个 看你比神速快几倍 快几倍 这个称为 马克 马赫数 称为 我们就写英文好了 Mark number 等于1的话 就是1倍升速 2的话 就是2倍的升速 我们战斗机 战斗机可以 到达这个 比如说 2倍的升速 这样的 那这个就是 一个物体 它的飞行速度 比升速要快的话 那么 这个叫做马赫数 Mark number Mark number OK 好 我们升学 就介绍到这里 那么回去 你们先把书上的 你们把书上 泼 泼全部讲完了 翻出来 仔细的 把它的立体 看一看 好 那我讲的内容 要仔细看 然后 西题呢 你们尽量做 我下个礼拜三 来点给各位 不过你还是要自己做 我点给你 你不见得做得完 你反正你就尽量做 那么 这个礼拜五 这个礼拜五晚上考试 第二次断考 考到 减斜运动 你们一定要带计算机 计算机 那我平常 叫你们要注意的事项 一定要注意 你需要画图的 他上面有图 你还是要画 你不要画在考卷上面 不要画在试题上面 画在你自己的考卷上面 需要画立图 讲到立方面的东西 你要画立图 一定要画出来 那么 所有的 问题 你要先把那个定律 的公式 写出来 比如说 你要用这个 守恒定律 你要把条件 说出来 机械能守恒的条件 是什么 所有所有 内力 外力 属于非保守力 做的功等于零 机械能才守恒 动量什么时候守恒 就是外力等于零的时候守恒 脚动量什么时候守恒 就是TALK Z TALK Z 等于零的话 它的 Z方向的 Angular Momentum 守恒 这些条件都要写 知道吗 不要糊里糊涂就乱用 做问题要小心一点 都不会太难的 你们 安心的做 心里头不要浮躁 你准备好就不要怕 所谓意高胆大 你就怕你平时 不去准备 题目都不是自己做 都是用背的 那你就 亏考不好 好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 我 我 你 感谢观看